最大的恐龙你是否已经产生视觉疲劳 那最小的恐龙你了解多少啊 今天大魔王带你越遍远古洪荒 因蓝史前岁月 认识一下这些迷你恐龙 第三名孔子鸟 没错 它就是以我国古代圣贤命名的一种恐龙 生活在1.25亿年前 身长50厘米 体重在0.5到1.5千克 连一只成年的鸡都不如啊 但是你可别小瞧它 它化石的发现一度有500个 可谓是数量繁多 这可是全球独一份啊 我国算是全世界收藏孔子鸟最多的国家了 虽然它比石族鸟晚了一点 但是其身上的飞行装备 也为我们揭示了早期鸟类的演化特征 孔子鸟的飞行器官比石族鸟有所改进 一些标本的胸骨有一些扁平的凸气 这和现代的鸟类的龙骨凸相似 为重要的飞行肌肉提供着附着点 使得翅膀能够上下拍动 与石族鸟相比 孔子鸟有了延长的绘图 化石上尖锐的爪子 已经很像现在的一些鸟类了 后指向后弯曲 能抓住树枝 缺乏牙齿 没有小到龙鸟平衡的骨尾 因此飞起来它有点摇晃 但丝毫不影响孔子鸟在热和生活 跟孔雀一样 孔子鸟会利用这个漂亮的羽毛 来吸引异性的注意 那时雌性是稀缺的 往往求偶时 会有不识相的过来打搅 但是三人形被有退出者 往往都是后来者居上 日子并非风平浪静 羽王龙的出现 就会让孔子鸟躲在树上瑟瑟发抖 比起孔子鸟胆小如鼠 接来的第二名就显得勇气可嘉 毕竟曾和八王龙祖先同游密林呢 他就是第二名禁鸟龙 首名Anchinius 又名禁鸟 是种小型的羽毛恐龙 生活在1.6亿年前 首部 前肢 后肢 足部都覆盖着长羽毛 形成肆意恐龙的形态 与小到龙相当类似 体型就差了一遇大截 体长仅34厘米 重量才110克 把小巧玲珑演绎的活灵活现 身材娇小的禁鸟龙 隶属恐龙中最聪明的商使龙科 1.6亿年前 禁鸟龙在林间盘旋 受限于天空和地面 三十几厘米的躯体 能庇护的地方 仅有来自树深的一亩三分地 不料遭遇关龙的围追堵截 自负让他随着关龙绕圈子 结局就是被敌人一口给造了 偶尔出去林间透透风 寻找食物 还能遇到翼龙一个俯冲 倒霉如近鸟龙 又葬身翼龙腹中 比起第二名的死法 第一名更是连重建天日的机会都没有咯 他就是第一名 Dharma Saprabu 化石是在一个琥珀中发现 古生学家遇上使用了硬插射线 相称CT扫描 获得了高分辨率3D头骨的结构 发现其看似是鸟儿的头骨 但是呢 嘴中却长满了牙齿 头骨虽小 牙齿倒是数不胜数 他体长约为18.4厘米 足迹大小即1厘米 仅有麻雀大小的他 腿相当前行 可惜的是 他的命名至今都没有下文 只有一个英文苦苦之称 因为脚印 发现地是在韩国 Dharma搜变了各种途径 得到的资料也是相当匮乏 可谓是小龙曾在琥珀呆 懵懂如知出土来 身短个矮 成为谜 唯有时间能解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